來到台中不能錯過的東海藝術界商圈 有什麼好看好玩好吃的帶你一手掌握 高達四層樓的東海美人魚 號稱台灣LV的茄紙袋 小阿菲騎擋車 向日葵裝飾藝術 還可以玩AR讓整個台中藝術街動起來 非常好玩 街區有一家新開的紙膠袋專賣店 還可以自己DIY喔 我現在要來做明信片囉 那我現在呢 就是從這個轉印貼紙上 選一張我喜歡的圖案 好那我選這個有女巫的 女巫小貓咪貼一下再蓋個印章 哒啦獨一無二的明信片完成 這邊的紙膠袋我每個都好想帶回家 這些產品呢 大多出自台灣設計師原創品牌 來到台中一定不能錯過 下一站要帶大家去喝茶 持續入車黃菊入茶 光看就讓人心裡暖暖的 我們今天這一道茶喝的是黃菊煮茶 有時候我們喝茶是跟著季節一起走的 就是在什麼樣的季節 然後會搭配什麼樣的茶 第一次喝到這樣的茶真的很驚豔 朱里仁說他用法式料理的手法在泡茶 喝完了茶 再到東海藝術街商圈的展覽空間走一走 純白展示空間會有不同檔期 讓大家每次來台中 都可以感受到不一樣的藝術熏陶 逛一個下午也累了 現在要帶大家來吃美食 不過我們要吃什麼呢 看一下這個印刷名片出版社 竹諾神奇 它是白天出版社 晚上是隱藏版餐廳 帶你一起來看 妳好 歡迎光臨 裡面請 除了招牌咖哩飯 還有炸豬排 身材三明治 大勾咬下超幸福 其實我媽媽她本來 跟我爸結婚的時候 沒有 不太會煮飯 那她為了家庭 她就自己去學 然後結果她就越做越好吃 然後我媽本來就有 這方面的夢想 然後我爸就幫她圓夢 就裝潢了這樣一間餐廳給她做 總出版社印刷公司 全家一路攜手走到開餐廳 不只約了媽媽的夢想 也讓大家有口福 在台中東海藝術街商圈 有美食有好茶有藝術 還有故事 等著你來探索喔